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电化学 电化学英文叫做Electrochemistry 那在这一段落里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氧化还原反应 从氧化还原反应我们把它拆出一半来 我们叫做还原半反应 那我会介绍还原半反应的电位 还有标准电池的电位 那接着我们就会跟大家讨论一下 预测氧化还原这种自发的情形 一个氧化还原反应会不会自己发生 我们可以从电位来做预测 那从标准电位计算自由能跟平衡常数 这个是稍微深一点的东西 不过假如有一点热力学的知识 我们就晓得一个过程里面都会有所谓的自由能的变化 而且会有所谓平衡常数的变化 那这个我们可以从电化学里面的标准电位 来计算自由能跟它的平衡常数 那从这个电化学里面 我们还可以导出一个非常有用的公式 叫涅斯特公式 那它怎么应用在电化学的这些电位的计算 甚至在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些化学反应跟这个浓度有关系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涅斯特公式来计算 那我们也会介绍在生活中 我们常碰到的一些原电池还有蓄电池 它的化学反应 那在电化学里面当然免不了 我们都会谈一下电度 那怎么样做电度的计量化学 就是电度多少的量 跟我们通过的电流通过的时间 有什么关系 最后我们会跟大家谈一下 这个有关生锈的化学 那首先我想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实验 来看所谓氧化还原的现象 就像在这个图上 左边容器里面有一个无色的硝酸银绒液 那在这硝酸银绒液里面 我们放进一点铜 这个铜环我们把它套在一个架子上面 然后把它放到硝酸银的绒液里面去 那过不久以后你就会发现 这个绒液会变成蓝色的 然后这个硝酸银上面 就会镀了一层铜 对不起 这个硝酸银就会镀在这个铜上面 然后有银堆积在这个铜环的上头 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 氧化还原的现象 这个氧化还原的现象 我们可以说原来的硝酸银绒液 这个银被还原 它本来在溶液中是银离子 被还原成为银的固体 那本来是铜环上面的铜呢 它被氧化成为铜离子 所以在溶液中 你看到蓝色的 事实上就是铜离子 从铜环上面溶解下来 所产生的现象 那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图来说 在左边的图上 你可以看到铜的金属 还是在金属的状态 那这个溶液里面 有很多的银离子在它的周围 过不久 化学反应发生之后 银就堆积在铜环上面 成为一个固体 那铜离子就从铜环上面吸出来 变成蓝色的容易 所以你看到这个现象 基本上是一个氧化还原的现象 这个一边我们说失去电子 一边得到电子 那这个得失电子的过程 我们就叫做氧化还原 所以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 几个氧化还原的基本的定义 电化学生里面的一些基本的定义呢 我们把氧化 英文叫做oxidation 我们叫做失去电子的反应 我们叫做氧化 比如说在我们刚刚的历史里面 铜失去了两个电子 变成铜离子 进到溶液里面 这个我们就叫做铜的氧化 那也可以这么说 铜的氧化数从金属态的零 变成为正二价 这种氧化数增加的现象 我们就叫做氧化 也就是它失去了电子以后 它的氧化数增加 这个反应我们叫做氧化反应 那还原我们叫reduction 它是获得电子的化学反应 在刚刚我们的例子里面 银本来是在溶液里面 是银离子 它获得一个电子 变成银的固体 那这个过程 银离子获得电子 我们就叫做还原 英文我们叫reduction 那银离子接受电子变成银原子 那银的氧化数就从正一价 变成零价 我们说它的氧化数 减少了 我们称叫做还原 那氧化反应跟还原反应 都是电子的转移反应 氧化是失去电子 还原是得着电子 所以是一个电子的转移反应 那它必须同时发生 不会说只有一个失去电子 另外一个电子不知道往哪里去 它电子一定要被 另外一个物种来接受 所以氧化还原反应 必须同时发生 那我们把这个氧化还原 发生同时这个发生的这个过程 在英文我们就把它结合在一起 我们叫reduction reaction 就是reduction跟oxidation 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我们叫reduction reaction 那发生氧化反应的电极 通常在电化学里面 我们会把发生化学反应的 用一个电极 使它能够在那里头发生化学反应 那发生氧化还原的电极 我们称为氧极 英文称作anode 那氧离子就是往氧离子移动 那发生还原反应的电极 我们称为氧极 英文我们叫做kathol 那氧离子就是往氧极移动 那刚刚我们的看到的那个简单的氧化还原的现象 基本上不是一个电池 因为化学反应发生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从其中获取电流 或是拿这个电流来做任何的工 为了要让电能够取出来 换句话说电子不能让它直接的在溶液里面做交换 我们就需要下面这样一个装置 我们叫做简易新铜电池的装置 这个简易新铜电池的装置 大家可以注意到在左边我们把新金属放在新的溶液里面 在右边我们把铜一个铜金属放在铜的溶液里面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烧杯用一个盐桥把它连起来 盐桥里面放的是一些电解值 那在这个特殊的例子里面 我们所使用的是硫酸钠的水溶液作为电解值 那我们说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 我们叫新铜电池的装置 那氧化反应是发生在左边的烧杯里面 左边的烧杯里面的铜呢 它会溶解 我们说它的金属会溶解 然后成为新离子 在右边的烧杯里面铜会还原 也就是说在溶液里面的铜离子会得到电子 然后变成铜金属附着在这个电极的上面 那因为右边金属在溶解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新离子 所以它的电荷正电荷会增加 那在右边铜离子会从溶液中进到金属上面去 所以这个正电荷会在右边的溶液中会减少 所以我们就需要借着一个岩桥 把这两边的电荷做一个平衡 这样子才能形成一个通路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心事实上释放电子 所以它可以电子从那个导线往上流 流到经过一个伏特计 那这上面指的是1.103伏特 然后再流到铜上面 这个电子到铜金属上面去的时候 就会从溶液里面把铜离子 这个吸出来 变成铜金属附着在这个电极的上头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心铜电子里面这个氧化的这一半呢 事实上就是 心失去电子 用简单的化学词来描述 我们说心我们写Zn 那失去电子呢 我们就变成Zn正两价 然后放出两个电子来 那这两个电子就沿着导线流上去 那心离子就融到了溶液里面去 用简单的图来看 我们可以看一个一个的 心原子就慢慢的融到溶液里面去 那那个电子呢 就经过导线流到这个福特剂里面 那个电子呢 会沿着导线流向铜板 那心就解离成为心离子 所以心板呢 它的重量你会过了一阵子以后 发现慢慢的就减轻了 那为了维持融液中的电中性 也就是它原来本来就是电中性 那现在心离子从新的金属上面吸出来 那我也要维持它的电中性 所以我们就必须有一个岩桥 这里面离子的移动就是为补充这个里面电荷的平衡 然后最后形成一个通路 那在还原的部分呢 这个铜金属啊 它会接受从新来的一个电子 然后把融液中的铜离子吸到铜的表面上 那同样的这个岩桥也需要有平衡离子的功效 也就是说 当融液中的铜离子附着在铜电极上面的时候 它的电荷 正电荷会慢慢的减少 那相对的来说 我们就需要有一些电荷的平衡 所以岩桥就提供这样的角色 那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化学室来看 我们可以说在融液里面 二架铜得到了两个电子 就会变成铜金属 那这个铜金属就附着在这个铜的表面上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符号 在这里表示这样一个铜电池 我们通常把阳极所发生的氧化反应写在左边 阴极所发生的还原反应 我们写在右边 然后中间用两个直线来代表岩桥 那铜在电极上面可以当作电极的角色 但是另外它也是一个反应物 那在这个融液里面有两架的铜离子 那在铜的融液里面有两架的铜离子 那铜也可以当作电极来使用 那通常这是一种这个表示图示的方法 如果用化学反应写来表示的话 那铜金属 我们用一个S代表它是固态 加上铜离子 用一个AQ代表在水溶液里面 那它会转换成为新的两架的铜离子 它是在水溶液里面跟铜的金属 那金属我们通常就称为电极 刚刚所讲的铜因为产生氧化反应 所以叫阳极 铜产生还原反应 所以我们叫阴极 那岩桥的角色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 钠离子是带正电的 所以它会往阴极移动 以平衡铜离子的损耗 那硫酸跟离子会往阳极移动 那来平衡解离出来的这个新离子 那岩桥的功能主要是平衡氧化反应 两个半电池里面的电荷 因为一个电荷 正电荷会增加 一个正电荷会减少 所以它需要平衡这里面的电荷 那使用岩桥的时候 需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避免选用会与电池内容 或是跟电池的电解质 发生反应的这些物质 像钠 如果要发生反应变成钠金属 那是很不容易发生的 那硫酸跟离子也不会很容易产生化学反应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用硫酸钠 来当做岩桥的这个材料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平衡 在化学反应里面 氧化反应里面 这个电荷的平衡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电池胃能的表示方式 那刚刚的氢酮电池是有一些电池的位能 那我们在这里 我们把电池的位能称之为 Electromotive Force 简写成为EMF 或者我们用一个符号叫做E-Cell来表示 它也称为电位 叫Cell Potential 那这个E-Cell的单位是福特 就是一个电池里面 到底你可以产生多少福特的电压 在电化学里面 我们把它叫电位 那它的单位是福特 那一般来说电流都是从电位 就是电位能高的地方 往电位能低的地方流动 因此 如同前述的电池一般 它会自动产生电流 那这个时候 电池的电位是正的 那当然电度的时候 我们就反过来 我们是加电压 使它产生另外一种的化学反应 那一般来说 假如是一个化学反应 或者氧化还原的化学反应 它要让它产生自发的反应 那我们说它的电位应该是正值 那一般标准半反应的电位 我们是由一个完整的氧化还原的反应来决定 像刚刚我们所用的心铜反应里面 它有心的半反应 也有铜的半反应 我们说在心 它是产生氧化 是去电子 在铜 它是产生还原 它得到电子 那其实这两个半反应 我们可以把它分开来看 但是成为我刚刚所说的 氧化还原反应 事实上必须同时发生 只是我们在测量它电位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分开来看 那所以在这里我说 标准半反应的电位 在实验上 必须是由一个完整的氧化还原电位来决定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参考点 那标准的氢电极我们叫Standard Hydrogen Electro 标准的氢电极 它就是我们的参考点 它这个参考点怎么实验上怎么来设计呢 一般是用白金 Platinum作为电极 然后在一大气压的氢气 跟一摩尔的氢离子水溶液 像这样子的氧化还原过程 换句话说 我们希望看见氢离子变成氢气的氧化还原的过程 我们把这个半反应定做参考点 做我们的标准参考点 那标准的氢电极它的电位 我们就把它定做0.00 这个只是实验上比较方便的一个定义 事实上科学家很难很难用实验的方法测半反应的电位 但是在计算半反应的时候 如果我们先定一个参考点 那就比较容易来用实验的方法 把所有的半反应定出它的所谓的还原电位 那在这里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图来看什么叫做标准的氢电极 我们可以说氢电极是从一个大气压的氢气 把它这个压缩到压到这个1m的氢离子溶液里面 让它产生氧化还原反应 也就是下面这个化学式子所表示的氢离子在1m的浓度里面 如果得到电子在白金电极上 它就会产生氢气 那这个时候氢气呢 我们可以使氢气的压力维持在一大气压 然后在气态的状态之下 那我们把这个标准电位定为0.00伏特 也就是说在25度C之下 氢气一大气压 氢离子浓度为1m的氢电极 我们把它当做标准的电极 定这个电位为0 那用这个图来看 我们可以说这个氢离子的溶液 氢离子是在这个水溶液里面 那另外有氢气也在溶液里面 氢气跟氢离子之间形成一个氧化还原的这个半反应 那我们把这个定做标准的氢电极 那标准的还原电位 我们就拿其他的半反应 来跟氢的半反应来做比较 比如说如果我们想测 铜跟铜离子之间的半反应的还原电位 那我们就设计像左边这样一个实验 我们在左边放了一个氢的标准半反应 在这个标准半反应里面 氢气一大气压从管路上放到水溶液里面 这个水溶液是1mol的氢离子的浓度 那我们就把右边放铜离子的浓度 这是两架铜EM的浓度 然后放一个铜金属 放在这里以后当作电极 那我们用这种方法我们测量一下 在伏特术上面我们所读到的毒素到底是多少 因为我们知道氢的标准电位是等于 所以你从伏特剂里面所读到的电位 事实上就是铜半反应的还原电位 那我们写成简单的表示方法 就像上面这样 PT代表氢的电极 那氢气是在一大气压 氢离子的浓度是1m 接下来在铜这边呢 我们要让它维持在1mol的浓度 然后有铜金属作为它的电极 那我们测出来的这个电位值也就是铜的还原电位 那换个物种来看 如果我们想要知道氢的半反应到底是它的氧化还原电位是多少 那我们也同样可以向右边这个图在左边设计出氢的标准电位 在右边这里呢我们就把氢液里面放两架的新离子 然后把新的金属当做电极 然后用一个这个伏特剂来测量这样子的这个电位 那我们测出来是负的0.763伏特 那我们这样可以说 铜是0.34的伏特 是它的半反应的还原电位 那新的还原电位 我们应该说是新离子要得到两个电子 产生新金属的还原电位 就变成负的0.763伏特 那我们通常所谓的标准电池的电位呢 是包含了在阳极 对在阴极上面的电位 减掉在阳极上面的电位 也就是在像在铜的例子里面 我们把铜的0.340减掉这个标准轻的还原电位 那我们得到的值是0.340 那在这里 如果你把这个轻的标准电极 跟新的标准电极放在一起 那我们测出来的这个值 事实上就是新离子的还原电位 那这个我们通常是跟轻电极比较还原的能力 所以称为标准还原电位 那在心我们可以说要还原心 比要还原氢是更难 所以我们说它的值是负的 那要还原铜铜离子 使它变成铜金属 会比要还原氢成为氢气 那更容易 所以我们说它的值是正值 这个正负所代表是还原的难易 那我们说把刚刚的新铜电池拿这个还原电位来看的话 我们刚刚说铜的还原电位是0.34 那新的还原电位是负的0.763 那如果我们把铜还原 那新倒过来把它氧化 就是说我们不是现在要还原新的离子了 反倒我们是要把新的金属把它氧化成为新的离子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所得到的整个电池的电位 就应该是0.34 减掉负的0.76 换句话说应该是加0.76 那得到的这个 整个氧化还原的电位 是一个正的1.10 是一个正值 那我们说这样子的氧化还原反应 意思就是新氧化变成新离子 铜离子还原变成铜金属 它的电位是1.10 它是一个正值 所以这个是一个自发性反应 假如我们把还原电位跟氧化电位加起来 它是一个正值的话 那我们说这个氧化还原反应应该是一个自发性的反应 那科学家已经把很多很多的物种 都做成一个标准电位图 这个标准电位图就像这个表所表示的 那我想这里很需要同学们知道的就是 最强的氧化剂 最强的氧化剂 换句话说它最容易被还原 因为它最容易抢人家的电子 那最强的氧化剂在所有的元素里面是氟 在这里氟的还原电位是2.87 换句话说 氟的气体很容易接受两个电子 变成氟的离子 氟是最强的氧化剂 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这里有水 换句话说空气中的氧 它会被还原变成水 它的还原电位在25度C 在标准状态之下是1.23伏特 那这个很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 在这里我们所谓的标准状态 是指着氧气是在一大气压 氢离子的浓度是在EM 所以当氢离子的浓度不是在EM的时候 我们知道氢离子的浓度在EM是非常非常高 比如说我们这个胃肠里面这个要消化食物 这个氢离子的浓度也大概在EM左右 但是一般我们从水龙头开出来的水 它是中性的 它PF值是大概7左右 那所以在改变氢离子的浓度 我们就会改变这个氧还原成为水 这个还原的电位 那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本来如果在酸性的条件之下 氧变成水 它的还原电位是1.23 但是到了中性的水里面 它就变成0.81 那其他还有很多这种各种不同的物种 在这里第二个表上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用的铜 铜的二价离子被还原成为铜金属 它的标准还原电位是0.34 那也可以在这里 大家看到氢 氢离子还原变成氢气 那这个是我们根据定义 假如氢离子的浓度是EM 然后氢的压力 氢气的压力是一大气压 我们说它的标准还原电位是0 那我们再看一看 刚刚所举的例子像银 那像银 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看到 如果它是氯化银的话 它还是正的0.22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 假如说 我们用这个银当做它的还原的话 如果要把银一架的离子 还原成为银金属 那它的标准还原电位是正值 是正的0.80 那氢的话当然也是很高 那是氢 我们在这里看到 这个是负的0.76 换句话说 氢喜欢作为这个还原剂 它可以还原别人 它可以把电子送给别人 但是它要把电放到离子上 变成这个新金属 这个是需要耗掉能量 这个是科学家已经把各个不同的物种 它的还原电位在标准状态 是25度吸之下 或是如果有气体的话 那它就是在一大气压 它如果是离子的话 它是一样的浓度 它们都已经把它测试出来 然后列出这个标准还原电位的表 那我们要使用 我们就只需要把这个还原电位的这个表 直接拿来使用就可以了 我们要看一看 由还原电位 所以我们决定要来产生 到底哪一边产生氧化 哪一边产生还原 那我们要结合两个半反应 形成一个完整的氧化还原反应的时候 那还原电位数值较小的半反应 就会产生氧化反应 我们以银跟银的半反应 来做例子跟大家解释 从表上 我们可以看到 银它的还原反应 它的标准电位是0.80 那银它的还原电位 标准还原电位是负的0.76 那这两个比值 一个是正值 一个是负值 负值当然是比较小 正值是比较大 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银是比较容易被还原 银是比较不容易被还原 或者我们可以倒过来说 银可以当作还原季 来本身产生氧化 把电子送给别人 那银呢 它银离子就喜欢接受电子 然后产生金属 那我们如果要看 银跟银产生氧化还原反应 到底怎么发生 我们就可以把银的氧反应倒过来 因为我们说数值比较小的会产生氧化 那我们列的氏子都是还原反应 所以要产生氧化 我们就要把氏子倒过来看 所以本来是两架银加两个电子变成银的金属 我们把反应倒过来的话 变成银的金属 它会产生两架的银离子 跟两个电子 换句话说 银是产生氧化反应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的标准电位 换一个符号 本来是负的0.76 现在变成负的负的0.76 也就是正的0.76 那么完整的氧化还原反应电位呢 就变成新的金属加上两个银离子 产生新的离子加上两个这个银金属 那这个氧化还原的电位是1.56伏特 那从刚刚这个例子 我们就可以列出金属的活性 我们说有些金属 它是比较喜欢维持在金属的状态 就好像我们刚刚看的 假如银跟银放在一起 那银离子就会变成银金属 银就会变成银的离子 那我们说像银会喜欢变成银的离子 我们说它的活性就比较高 那银它喜欢变成银金属 它就活性是比较低 那我们把活性的高低按照它的顺序 我们可以列出一个这样的式子来 我们说在周期表上像钾像贝像丝像钙像钙 这个可以跟冷水就进行化学反应产生氢气 事实上它们也就是进行一个氧化还原反应 这种金属我们说它的活性是比较高的 那有些金属它需要跟水蒸气 换句话说它水需要比较高的温度才会产生化学反应 像铭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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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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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要跟酸才会发生反应 产生氢气 那这个就活性更低了 那不会跟水水蒸气 也不会跟酸反应生成氢气的 像金啊白金啊 这些物质 我们说它的活性是最低的 我们说以它的还原能力来说 还原能力最高的是像钾 像钠这些金属是还原能力最高的 到金到白金 这些东西它的还原能力就比较低了 那氧化还原电位跟热力学里面 一个重要的参数 我们叫自由能是有关系的 自由能在热力学上 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free energy 用G来表示 那我们这里要跟大家谈谈 氧化还原反应的电位 跟自由能之间有什么关系 我们说电位差我们叫EMF 它实际上就是有多少的电量 做多少的功 你把功除以它所用的电量 其实也就是它的电位差 那电池的电位大于0的时候 电池事实上是自发反应 但是它是对外做功 所以我们说它的功是负值 在这里我们需要加一个负号 所以我们把上面的式子修正为 电位差1 事实上是等于负的 功除以它的电量 假如我们不考虑热消耗的 这个热能的消耗 那我们说功 最大的功就是 你有多少的电量流过去 然后流过它的这个 以它的电位差的这种 电压流过这个电池 那我们说它能做最大的功 换句话说它做最大的负功是多少 这是它最大的负功 你如果 有热能的消耗 那我们说你做的功会比这个还少 如果没有热能的消耗 完全能够把 这个电位拿来做功的话 那我们说你把你的电位 乘以你所流过的电量 事实上就是你所做最大的功 那在热力学里面 有一个自由能我们叫Delta G0 这个Delta G0跟平衡长数有关系 在热力学里面 Delta G0是等于负的气体长数R 乘以温度T 再乘以以自然对数为底的平衡长数 我们写作LNK 这个就是一个自然对数的函数 这是在热力学里面导出平衡长数 跟自由能之间的关系 在热力学里面 会有更详细的叙述 那一般来说在恒温恒压下 自由能的差Delta G 是等于最大的功 你所能做最大的功能 事实上就是Delta G 我们在上一个 这个Transparency所看到的 Work Maximum 就是最大的功能 事实上就是等于在热力学里面的Delta G 但是在热力学里面 我们已经知道 当Delta G小于0的时候 反应会自然发生 这个是热力学里面导出来的一个结果 一个自发的过程 它需要是Delta G自由能越来越小 从这个热跟乱度的角度来看 其实反应是趋向最低能量跟最大乱度 你把这两个合并起来 事实上就是自由能 那我们说在热力学里面 我们把自由能Delta G小于0 看成是一个会自发性的反应 那我们所能够拿到最大的功呢 刚刚所讲的最大的功 是它的电位乘以它所流经过的电量到底是多少 那我们其实就是应该等于它的自由能 所以我们把这个式子整合起来 其实它的自由能Delta G 就应该是等于负的N 这个N就是你流过的电量的摩尔数 然后F是一个法拉第常数 这个N乘以F就是我们所流过所有的电量 在乘上这个电位 这个公式Delta G等于负的NF乘以E 这个是在热力学里面跟电话学里面 我们连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式 也就是当你知道电位差的时候 你事实上就可以利用这个公式 算出一个氧化还原的自由能的改变 那我们如果在标准状态之下 我们可以说Delta G0就是等于负的NF10 就是在标准状态之下的氧化还原电位 换句话说 假如你知道标准状态之下的氧化还原电位 你就可以算出自由能 然后再从自由能跟平衡长数之间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算出在一个氧化还原的反应中间 到底这个化学反应 它的平衡长数是多少 所以平衡长数跟自由能 还有跟氧化还原电位 是可以利用这个公式 Delta G0等于-NF10等于-RTLNK 这个公式来把它互相串起来 那换句话说 你只要知道氧化还原的电位 你可以算出它的自由能 你也可以算出一个氧化还原反应的平衡长数 刚刚我们介绍了氧化还原电位跟自由能 在氧化还原反应之间有一个数学式子 我们可以把它连起来 换句话 假如在一个氧化还原反应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它的电位 那我们事实上可以计算这个化学反应 是这个氧化还原反应 它的自由能的变化 甚至从自由能的变化 我们可以计算它的平衡长数 那我们在这里就拿一个 简单的氧化还原反应当作例子 我们来看一看 比如说铁 它的氧化电位 在这里我们已经把它写成氧化 就是铁金属 它变成两架的铁离子 加上两个电子 它的电位应该是0.44 那铜离子经过还原 得到两个电子 变成铜金属 它的还原电位是0.34 那我们如果把这个化学反应 让它产生氧化还原 基本上铁产生氧化 铜离子产生还原 所以产生铁离子跟铜金属 那你把这两个0.44加0.34把它加起来 它应该是0.78幅 换句话说在铜跟铁的氧化还原里面 假如它的产物是两架的铜金属 然后是两架的铜纸 然后这个 跟这个铜金属 假如它的产物 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说它的氧化还原电位 应该是0.78幅特 那我们从这个0.78幅特 就可以计算 在这个氧化还原反应的过程里面 它自由能的变化是多少 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计算公式 我们列在这里 不要谈基0 是等于 负的NF 乘以10Cell 那因为在这个氧化还原的过程里面 铁失去两个电子 铜得到两个电子 所以这是一个 两个电子的氧化还原过程 那我们从中换句试试 也可以看出来 铁变成铁两架 铜两架变成铜 事实上都是有两个电子的氧化还原过程 好 所以我们在带这个式子的时候 这个N就用2 这因为是两个Mor的电子 那一个Mor的电子有多少电量呢 它是96485库仑 每一个Mor的电子 事实上就是96485库仑的电量 那它的电位是0.78幅特 我刚刚说过 你事实上可以用能量除以库仑 来当做这个电位的单位 虽然我们叫福特 事实上它是单位电量所做的工 就是0.78的福特 那我们把这个式子 用加一个负号 负号了两个Mor 乘以96485再乘以0.78 得到一个结果就是 负的1.5乘以10的5次方交尔 那这个就是在铁金属跟铜离子 产生铁二架离子跟铜金属 这个氧化还原过程里面 它们自由能的变化 而且请大家注意 自由能是负责 你的氧化还原电位是正值 也就是铁金属跟两架的铜离子 产生两架的铁离子加上铜金属 这个氧化还原反应 是一个自发的反应 所以它的1 它的电位是正值 它的表准基灵 自由能是一个负值 我们把刚刚那个热力学的算式 稍微扩充一下 当反应在标准状态之下的时候 我们叫做Delta G0 但是如果你的浓度不是一摩尔 你的压力不是一大气压 或者你的温度不是25度C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说还是有自由能的变化 但是自由能的变化 就跟在标准状态 自由能的变化 有一个数学的关系式 这个数学的关系式 我们列在这里 就是Delta G 是等于Delta G0 这个Delta G0 就是在标准状态之下 也就是各个物种都在一摩尔 如果是气体的话 一大气压 如果固体的话 是什么固体 在标准状态之下 自由能的变化 那你还要加上下面这个像 这个像就是气体常数R 乘以温度T 然后再乘以 这个以自然对数为底数的 这个LN的函数 Q在这里代表的意义 我们叫做反应商 在下面一个 我们就会跟大家介绍 什么叫做反应商 当一个化学反应的时候 如果它拿到平衡 我们说各个物种成基 如果是反应物 我们把它写在分母 如果是生成物 我们把它写在分子 那叫做平衡常数 但是当反应没有平衡的时候 那我们说 你还是可以写这样一个公式 只是这个公式 所得出来的值 就是反应商数 我们叫reaction option 我们简单用一个Q来表示 那如果按照我们刚刚所了解的 自由能 是跟氧化还原电位是有关系的 所以标准7 就应该等于负的NF 乘以1的cell 1的cell可能不在标准状态之下 那在标准状态之下 Delta G0就应该等于负的NF10的cell 那再加上RTLNQ 这个Q我再说一次 是反应商数 如果我们把这个式子 稍微做一个重新的整理 我们把N跟F除到这个式子里面 那我们就会发现 当氧化还原反应 不是在标准状态之下 它的氧化还原电位 我们可以从标准之下 来计算 只要你把后面这个部分 就是反应商 再乘一些常数 如果你把这个项式考虑进去的话 那我们事实上可以算出 如果你的氧化还原反应 不是在标准状态之下 那它的氧化还原电位 到底是多少 那一般来说 在25度C 在室温之下 我们定室温是25度C的时候 那这个氧化还原电位的 电位ecell 就是等于它标准状态的ecell 它就要说这个值 你事实上是可以从表上查出来的 那减掉如果你把温度带25度C 用K来表示的话 是298度K 然后再把气体常数 再把NF都算进去 F是法拉帝常数 我们刚刚讲过了 你的硬摩尔的电子 有多少铺轮的电量 把这个用正确的数值带进去 那我们就可以把 以自然对数做底的 这个反应商改成用10 10做底的这个对数的这个式子 那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就是ecell 是等于10cell 减掉0.0592v 那这个再乘上lock的q 那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图形 来给大家描述 热力学 电化学 还有平衡之间的关系 我刚刚特别讲到 在电化学里面 我们注重的是氧化还原反应 就是一个物质会失去电子 另外一个物质得到电子 那它会产生电位 这个电位我们用e0cell来表示 那在化学反应里头 我们也很重视一个叫平衡常数的关系 这个平衡常数跟ecell之间 有这个式子所列出来的关系 也就是e0cell 应该等于rt除以nf 然后ln平衡常数 eequilibrium eq代表平衡常数 那这两个数值都跟热力学里面 我们叫做自由能也有关系 自由能跟氧化还原反应的电位之间 有这个式子 delta g0等于负的nf10cell 那自由能跟平衡常数之间 也有这么一个关系 delta g0是等于minus rtlnk equilibrate 就是平衡常数跟自由能之间有关系 平衡常数跟氧化还原反应里面的电位有关系 那当然氧化还原的电位跟自由能之间也有关系 那这彼此之间的关系 是用一些简单的公式 我们就可以把它连起来 平衡我们通常用kequilibrium来表示 氧化还原 我们用一个氧化还原的电位e0cell来表示 那自由能我们用delta g0来表示 这些我们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公式 我们就可以把这三个彼此之间的关系把它连起来 那这个公式我们最后就可以导出所谓的涅斯特公式 这个涅斯特公式我们可以应用在因为浓度的差来造成的电位 同学可能不知道你把1摩尔的银离子的容易跟0.1摩尔的银离子的浓度的容易 不要把它混在一起 你用盐桥把它连起来 然后外面加上一些电极 那事实上也可以造成一个电池 好那在这里我想简单的用一个化学式子来表示 一个银离子 一个摩尔 变成银离子 0.1摩尔 这是一个化学反应 我们说其实这是一个稀释的过程 在化学的自备里面 这是一个稀释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 我们说它有一个反应商 当然当你把水浇到银离子的容易里面 它就变成0.1摩尔 但是在没有达到这个之前 我们如果把这两个容易把它分开来 然后用盐桥把它连起来 那这个时候就有这个化学反应式会慢慢发生的过程 那这个化学反应式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Q 我们就要反应商数来表示 这个反应商数事实上就是代表分子 我们用生成物的浓度放在分子的上面 分母我们用反应物的浓度写在下面 如果当它达到平衡的时候 事实上这个Q就是等于平衡常数K 那在这里我们用Q来代表反应商数 那这个电池呢 我们也可以写成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讲过的 用银离子的容易0.1摩 然后把这个银的金属当做电极 然后用盐桥把1M的这个银离子的浓度 把它放在另外一个烧杯里面 用盐桥把它接起来 然后同样在这个烧杯里面 我放一个银的金属当做电极 这个就可以造成所谓浓度差的电池 那这个浓度差的电池电位是多少呢 我们用涅斯特公式我们就可以来计算 涅斯特公式告诉我们说 当浓度不是标准状态的时候 1应该是等于10减掉0.0591除以N N是看看你电子的这个改变 那再乘以LNQ 这个Q就是代表这个反应的桑 那我们知道这个氧化是银 还原也是银 所以它的10应该是等于0 那产生浓度的差 我们就用后面这个式子 我们来把它计算一下 你可以用0.0591除以1 因为在这个氧化还原的过程里面 只有一个电子的转换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N设定成为1 然后再把反应商用一个log的函数 来把它计算一下 那这样一个电池 一边你放的浓度是0.1mol 另外一边你放的浓度 银离子的浓度是1mol 像这样一个电池 会产生一个0.0591伏特的电位 这个我们叫做浓度差 所造成的电位 我们又有英文叫做concentration cell 因为浓度差而造成的电位 事实上我们心脏的跳动 就是因为在细胞里面 跟细胞外面 这个钠离子 钾离子 这些浓度的差 也会造成一个电位的信号 这个电位的信号 就促使心脏会产生规则性的跳动 所以这个浓度差造成的电位 在化学里面 可以用涅斯特公式来做计算 另外一个应用 就是应用在PHG的测量 酸碱度的测量 这个是做化学实验 会常常用到的一个仪器 那图上所表示的是一个很简单的 这个玻璃电极 这玻璃电极里面 有盐酸的参烤溶液 然后里面的电极 是用银 镀上的这个氯化银 然后前面有一个玻璃的薄墨 这个薄墨非常的薄 所以玻璃电极以往很容易打破 就是因为这个玻璃的薄墨 非常的薄 稍微一碰就很容易破掉 所以破掉这个玻璃电极就坏掉 那现在这个科学家用很多的方法 来保护这个玻璃的薄墨 所以现在可以使用的比较容易一点 那玻璃的电极是以西盐酸溶液 当作参烤的溶液 然后以玻璃的薄墨 当作电极与带测溶液的接触界面 这个外面是我们要测的溶液 那里面还有一个西盐酸的溶液 我们借着里面西盐酸溶液的浓度 跟外面溶液的浓度 这里面的浓度的差异 造成的电位 我们就可以测量这个溶液中氢离子的浓度 也就是测量溶液中的酸碱性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是利用 代测溶液与参烤溶液间氢离子的浓度差 所产生的玻璃电极的电位 那这个电位值呢 就直接用一些简单的电子零件 把它换算成TH值 所以这个是利用溶液的差 我们可以很容易来测量 一个溶液的酸碱性的一个应用 它其实就是利用涅斯特公式 只要看看电极里面 溶液参烤溶液的浓度 相对于外面 水溶液中氢离子的浓度 这两个浓度的浓度差 就会造成电位差 这个电位差换算成为PH值 我们就直接可以从仪器上面 读出溶液中的PH 这两个浓度差